土城区的里长们人手一只金铲子 排排队依序要给新北市长侯友宜签名 侯友宜来者不拒 手拿签字笔在金铲子上写下了名字 里长说太开心了 参与了地方重要建设 亚洲路拓宽工程耗费1.4亿元 未来完工后 土城工业区和台65线塞车的情况渴望游解 而且更重要的是 开工的金铲子一定要带走 没办法生的话 他都会找里长服务 就说里长 你们有没有开工典礼的金铲子 所以说很多里民 他也是听民间这样讲 但是事实上 我的里民拿去 真的是有产生这个奇迹 所以说现在我们如果有开工典礼 我们为了要服务里民 我们都会拿一只金铲子回去 因为拿回去之后 在两年内就生了一个男宝宝 而且很感谢我还拿麻油机来 所以有侯友宜加持的产制 一定一级棒 有欠缺的可以到个里的里长那边加持有 他可以赠送给里民需要 需要需要的人 谢谢大家 那你们就变成另类的助生娘娘 对对对 金铲子一定要签名 一定要签名 因为他非常有意义的是 我们每一次拿回去 我们就开放给民众 民众带回去 不管是生男生女 很多很多都回来告诉我们说 一叔我们满月了 我们要送蛋糕给你 送油饭给你 所以我们觉得 这个对于民众来讲非常好 从里长拿金铲子排队等签名 争取另类的服务 穷男育女助人好运到 开工的金铲子能有神奇的魔力 不只是民间的习俗传说 更是一种不能少的特别祝福 不得不相信 侯友宜市长特别分享 拿到金铲子 方位要放证 能够带来好运气 据我从民政局的策片了解 如果拿到金铲子 一年里面能够有受孕 怀孕的机率 大概都将近六成以上 那很高 所以大家觉得说金铲子 还是喜气洋洋以外 还是有那一个民俗的 这个祝福 金铲子 金铲子 生女生女生女的 这要看产子摆的方向 生女生要站起来 生女生要站起来 你要生两个 龙方胎就站中间 吃两瓶 这样啦 这有点是 这习俗 几点做几点没害怕啦 金铲子谐音 景铲子 民间相传 有助孕的效果 里长另类服务 做出了好口碑 让开工金铲子 更强手 公务单位也很贴心 准备了多支金铲子 加上市长侯友宜 乐意签名 要拼出生率 各个环节都得用心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